花中似君子之一的竹 素来受到文人的青睐 宋代诞生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画竹流派 胡州竹派 苏东坡便是胡州竹派的代表人物 东坡曾言 吴为莫竹尽得于可之法 这位于可便是胡州竹派的创始人 于可画竹 连大文豪苏东坡看了 都未知叹服 那么于可的画作 究竟有着怎样的精妙绝伦之处 苏氏又将他的记忆 进行了怎样的传承呢 到了宋朝 一位文学家的出现 那么让竹子这种题材 在艺术形式上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 那么这个人就是大文学家苏东坡 可使食无肉 不可聚无竹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这是苏东坡 吟诵竹子的名句 他用笔星的说法 把竹子和文人的关系 定位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这样一个高度 苏东坡不但由大量的诗词 来这个歌颂竹子 他还观物取向 拿起笔来写竹 画竹 那么说到绘画 苏东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竹啊 那么他的老师又是谁呢 苏东坡曾说 无为莫竹 尽得于可之法 那么很明确 苏东坡说他画竹子 都是跟一位叫于可的人来学习的 于可是北宋著名画家文童的字 是北宋兹州永泰人 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这个延庭县人 文童是多才多艺 苏东坡曾赞颂他 有四诀 哪四诀呢 就是诗 词 书 画 当然在这四诀当中 他最擅长的 也是最名扬天下的 那就是他的绘画了 文童的家乡四川 那是竹子遍地生长 遮天避日 这个文童自幼啊 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他喜欢莫竹 更喜欢呢 竹子的高风亮节的 这样的一个操守 还有宁舌不屈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那么他种竹 画竹 把竹子比喻为君子 用竹子呢 来激励自己的做人 关于文童画竹的特点 这个米符在画史中 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以墨身为面 但为背 自愚可使验 那米符什么意思 文童画竹啊 它的这个竹子的正面 是用浓墨 而竹子的背面呢 是用淡墨 这种绘画的方法 那是从文童开始的 我们今天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 保存有一件 文童的这个墨竹真迹 墨竹图 那么我们通过这幅作品 就能印证米符的说法 那么至于苏东坡 和文童是什么关系啊 那这两个人 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这还要说 在置平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1064年 当时文童要赶往汴京复职 正好是路过凤香府 当时呢 苏东坡正在凤香府 两个人是一见如故 结成了推心致富的好朋友 文童出生于公元的1018年 他年长 苏东坡近20岁 那么对于文童 无论是人品还是画品 苏东坡都是发自内心的佩服 在凤香有缘认识文童以后啊 他就有意诗成文童 跟随文童来学习画竹 同时呢 他还留意总结文童画竹的一些经验理论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 凤有成竹和身于竹画 这两个成语啊 那就是苏东坡对文童画竹理论的一个高度总结 因为这个凤有成竹 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成语 大家都非常了解 那么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身于竹画 加上 比智 比智 我